好,同学们好,欢迎您收听由原生教育推出的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家事辅导课程的基础部分的第六节 前五节啊,我们已经把普通话语音全部的声母都讲完了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韵母的部分 在进行韵母之前,还是提示大家要把声母反反复复的看 因为不仅是你看一遍就能学会的 有很多发音技巧啊,发音要领啊 我已经在前五讲当中给大家说明了 而且要注意的是,声母决定了我们发音的准确与否 也就是说,你发音是否标准,声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且呢,我们也着重强调了三组难点音 分别是,准,凄,吸,吸,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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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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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已经把该强调的都强调了 我们进行韵母的学习 首先说明一点 我们在讲育母的时候 可能会和其他人讲的这个顺序有所不同 讲的很多知识呢 也是侧重点不同 请同学们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也注意自己把握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我们对育母啊 简单的有一个概说 第一个 什么叫育母呢 育母啊 它指的是在我们的汉语音节结构当中 生母后面的那部分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了21个生母 生母后面的那部分就叫育母 育母啊 它自身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分类 主要组成育母的 同学们记住 主要组成育母的是圆音 圆音 但是呢 这其中也有一些辅音 普通话当中一共有39个韵母 39个韵母 这39个韵母当中 有23个是由原音来充当的 这23个韵音和复合原音 这复合原音又分什么二和负韵母 三和负韵母等等等等 这个咱们以后课程会讲到 有16个韵母的韵母 有16个是原音加上鼻音构成的 那么汉语普通话里边 有三个鼻音 分别是我们在学圣母的时候 讲了一个 是吧 也是摸 第二个鼻音是 也就是 第三个鼻音是 这个我们在后边会单独拿出来 给同学们进行说明 那么能够充当 鼻辅音韵尾的 就是能够在一个音节的尾部出现的 你们想一想 你标拼音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N和NG呀 是吧 只有N和NG可以在一个音节的尾部出现 所以呢 能够充当鼻辅音韵尾的 只有两个 好 这里边简单说了一下 韵母一共有39个 单元音和复合原因充当的原因 有23个 16个是由原因加上一个 鼻辅音韵尾构成的鼻韵母 那么韵母呢 我们怎么把它分类 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最重要的 叫单元音韵母 我们也叫单韵母 它是由单个的原因构成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阿欧欧欧欧欧 等等 副原因韵母 它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韵母构成的 我们称之为副韵母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有一个或者两个原因加上鼻辅音 恩或者恩构成了一个鼻韵母 我们就叫做鼻音韵母 简称是鼻韵母 这是一种分类方法 还有一种分类方法 这是我们汉语啊 传统语音学当中常用的分法 我们叫做四呼 如果有学过四声歌的同学 对这句话肯定有印象 开齐合搓鼠口形 对吧 开齐合搓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搓口呼 他们是按什么分的呢 是按照韵母的开头的原音 发音的口形来进行分类的 那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说一下齐齿呼 齐齿呼呢 它是以一或者以一开头的韵母 我们就叫做齐齿呼 合口呼 是以呜或者以呜开头的韵母 我们叫做合口呼 搓口呼 是以呜或者以呜开头的 我们叫做搓口呼 那么开口呼就是除了 依呜呜之外的 我们就叫做开口呼 那有人说了 说老师你按照这个四呼 这个分类方法 有什么意义啊 有用吗 当然有用 它有利于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母和韵母的这个组合呀 配合的这个规律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本来下面呢 应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韵母的结构 这个呢 我把它放在后边讲 我们直接来讲 单元因韵母 注意 单元因韵母 也就说单韵母 是我们 韵母当中 也是普通话当中 最重要的 请同学们 引起重视 而且这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 可能有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知识 你们不太懂 所以我讲的慢一点 韵母第一节 涉及的理论比较多 不像生母 大量的领着大家练 你得先听懂 我再领着你练 啊 好了 首先我们来说单韵母 单韵母的发音呢 就是单个原因 对吧 单个原因 它在发音的时候呢 同学们要从这几点 去注意把握 一个是舌的位置 舌位 什么叫舌位呢 什么叫舌位呢 就是你的舌头 位置的高低 记住 舌位 讲的是高和低 舌和上额之间的距离 的大小 舌台的越高 和你的上额 是不是离得越近呢 啊 他讲的是这个舌位 叫做舌位啊 然后 唇形 什么叫唇形啊 也就是你的嘴唇的形状 是圆的呀 还是斩的呀 是搓的呀 还是怎么样 是吧 然后 口腔的开度 你嘴张的大 还是小啊 所以我们考察单元音的时候 请同学们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舌位的高低 纯形的圆展 开口度的大小 啊 开口度的大小 好了 韵母 有一个特点 单元音韵母 有一个特点 啊 什么特点呢 就是 他在发音的时候 舌位 唇形和口腔开度 始终保持不变 一定是不变的 如果变了 他就不是单元音了 这个话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一会儿 我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 会用到这句话的理论 记住 发音的时候 舌位 唇形 以及口腔开度 始终保持不变 变了 就不叫单韵母了 注意啊 那么普通话里边呢 一共就有十个单韵母 其他的大部分 都是由他演变而来的 根据他的发音特点呢 我们把这十个单韵母 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 第一类 有七个 我们叫做舌面原因 这七个里边呢 我们重点讲六个 也就是同学们在小学已经学过的 阿 发呜呜呀 你这里怎么变成阿欧呜了呢 同学 请你自己体会一下 发呜的时候 呜呜 你的唇形有没有发生变化 呜呜呜 呜呜 变了吗 肯定变了 那它是不是不符合我们前边说的 发单韵母的时候 蛇胃 唇形 口腔开度 始终保持不变 这一点呢 自己思考 肯定变了 所以 它的正确发音是 欧 阿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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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个音 然后 有两个音 叫舌尖原因 啊 舌尖原因 啊 标准点说舌尖原因 是吧 它是 在舌尖前组和舌尖后组之后的那个音 怎么读呢 怎么读呢 一个横杠 加个一 括号里面写个前 是吧 一个横杠 后边 啊 加个括号 写个后 加钱这个 它是发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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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用的那个 一 一个横杠 后面加个括号 写个后 这个是 呲 呲 呲 用的那个 一 那我们来发一下吧 钱 先发钱 这个 你看比如说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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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是吧 顺着这个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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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带个后这个呢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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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音其实不是很常用 但是呢 讲解起来 得让同学们知道他怎么读啊 你知道了也用不太上 所以这个我们不做重点解释 好 最后一个叫卷舌原因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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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很多南方同学发布好啊 因为他的当地方眼里边 没有呲 呲 这个音 那么在以后学习轻声而化的时候 他就会发生困难了 所以在这里应该知道 呲啊 具体发音方法 我们一会儿还会具体讲解 这里边 这里边 你看到 呲 虽然是有两个字母组成的 但是他还是单元音 还是单元音 好了 同学们 单元音的音色不同 主要是由于他的口型蛇位决定的 是吧 好了 那我们在发这个单育母的时候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是蛇位 也就是蛇的位置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啊 蛇位分前和后 分高和低 你就理解呗 是吧 舌头向前的时候就蛇位靠前 舌头向后的时候 舌位靠后 舌头和上额的距离近的时候 就舌位高 舌头放平的时候就是 舌位低呗 这很好理解 是吧 然后再一个是唇形的圆斩 你这个嘴唇是拢圆了呀 还是展开了呀 把嘴裂开的时候 那唇形就是展开呗 然后再一个就是 你的舌位的高低 所以舌位的高低前后 唇形的圆斩 是我们考察 单育母的三个方面 下面就进入我们 今天这节课 最最最关键的部分了 首先我们来看 阿这个音 阿首先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蛇面 央低不原唇原因 因为呃 我们主要讲的都是蛇面原因 啊 这里边蛇面两个字就去掉了 所以我们叫阿是央低不原唇原因 这个央字 这个央字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蛇位的前和后 蛇位的前和后 央就是在中央 啊 就是在中央 告诉你阿是蛇面原因 它的蛇位前后呢 是在中央 低 它是指蛇位比较低 也就是说和上 蛇的距离 比较 大呗 不原唇 那也就是说在发音的时候 它的嘴唇 不是圆的呗 所以阿是央低不原唇 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 欧 欧是什么呀 欧我们叫做后半高 圆唇 原因 后指的是什么呀 蛇的位置前后的时候 蛇位靠后 然后蛇位的高度是半高 嘴唇的圆展是圆唇 那依次类推阿呢 后半高 不圆唇原因 然后是 一 前 高 不圆唇 原因 欧 后 高 圆唇 原因 欧 前 高 圆唇 原因 有的同学说 有的同学说老师你这个记不住啊 是吧 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个图叫蛇面原因蛇位唇形图 简称 简称蛇位图 啊 它全称叫蛇面原因蛇位唇形图 好 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四边形 对吧 先看最外边的四条线 它是一个四边形 它告诉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口腔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口腔 好 我们先来看 横线 有四条 最下面一条对应的是一个低字 上面的一条半低 在上面半高 在上面高 所以分了四类 低半低半高高 能理解吧 能理解 好 我们看竖着的这两条线 最右边的这条线 你们会发现 线的右边写了一个圆唇 线的左边写了一个不圆唇 最左边的这条斜线 也是右边是圆唇 左边是不圆唇 所以我们会发现 啊 在口腔 舌位图里边 它大致分为 四个舌位的高度 两个唇形的变化 好 下面 我们先来找第一个音 请你找到 阿 阿我们叫什么类似 叫 央低不圆唇 圆音 我们再回顾它的名字啊 央低不圆唇圆音 首先来看这个央 中 你看它在第一条横线的什么部位 中央呗 是吧 在中央 所以叫央 它在哪条横线上啊 在低 央低 不圆唇 你看它是在最右侧的那条竖线的左侧还是右侧啊 在左侧 所以是不圆唇 所以阿的这个央低不圆唇圆音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阿央低 央是由于它在中间 低是因为它在第一条低的这个横线上 不圆唇是因为它在左侧 好 依次我们来找欧 我们来找欧 首先你来告诉我 欧它是前还是后啊 还是央呢 你看 最上面有前央后 它是后 是吧 欧 它是后 然后 它是低 半低 半高还是高啊 它在哪一条横线上啊 在第三条横线上 从下往上数 第三条横线 所以是半高 它是圆唇还是不圆唇呢 你看它标记在 线的左侧还是右侧呀 左侧 所以它是什么 后半高圆唇 圆音 后半高圆唇 圆音 后半高圆唇 圆音 好 阿欧都说完了 我们再来看 阿欧 阿欧 这里边 老师给一个提示 你看 它和欧的区别 不会发欧的话 你可以借助欧来发 为什么呀 比如说我发一个欧 我把嘴一脸不就变成了欧了吗 也就是在欧的基础之上 口腔保持不动 先发一个欧 嘴就不动了 里边的舌头什么都不动了 欧 然后把嘴唇裂开 就变成欧了 里边什么都不动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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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条横线上就可以相互的找 好 我们再往下说 阿欧 欧 下面应该说一了 你会发现这个一有个什么特点 它是在这个四边形的一个角上 是吧 而且是最靠前最高 是吗 而且是不圆纯 所以我们叫高 它是什么呀 高 前 然后啊 前 圆还是展呢 展 不圆纯 所以叫 前 高 不圆纯 原因 对吧 前 高 不圆纯 原因 你记住 在 说它的名称的时候 我们先是前后 对吧 然后再是高低 前后高低 圆展 圆还是不圆 这里我讲的慢一点啊 因为概念太多 同学们 愿意混淆了 给你理解的时间 前 高 不圆 好 反应过来了应该啊 因为这根据教学经验来说呀 这个地方 同学们确实愿意蒙了 好 挨着它很近的 和它在一个点上 只不过是一个在斜线的左侧 一个是在右侧 我们找到了一个音是什么 于 所以 一和于 是什么关系啊 圆和不圆的问题 对吧 所以 你只要在 一的基础之上 把嘴唇弄圆 它就变成 于了 是吧 可以相互的来找 那么我们发现一个音 什么音呢 呜 呜也是在高这条线上 但是它是圆纯 那它和乌有什么区别啊 和乌有什么区别啊 一个是 两个都是圆纯 但是 它们一个舍位在前 一个舍位在后 所以 乌我们叫做 后 高 圆纯 圆音 于 我们叫做 前 高 圆纯 圆纯 圆音 好 在这里边 我们找到了 我们所要讲的六个主要原因 下面 顺带着说一下 脑袋上戴一个小帽的这个 阿 这个阿 它在 前 半滴这个位置 是吧 而且它在左侧 我们叫做 前半滴 前半滴 不原唇 原因 前半滴 不原唇 原因 同学们看着这张图 你就大致的可以搞清楚了 啊 你就大致的可以搞清楚了 好 我们 继续来说 这六个原因呢 这六个原因呢 非常的重要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它的发音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第一个 阿 央低 不原唇 原因 它发音的时候 口腔 空间很大 所以呢 发音的时候 口大开 舌尖 稍稍的 离开你的下尺背 我说 你就注意体会啊 把嘴张开 舌尖 稍微离开下尺背 舌位 比较低 也就是舌 你自然平放就可以了 啊 舌面的中部 微微隆起 和硬 厄 后部相对 也就是说 你的舌的中部啊 有一种 有一种 像硬厄的 后部 靠拢的 这个感觉 但不用抬的 特别高 唇形呢 不要发的特别圆 所以我们来发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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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这里边 要强调一个问题 叫喉色音的问题 喉色音的问题 喉色音的问题 就是这个音 也就是说你在发啊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啊 直接就出现 啊 啊 这个虚了 刚开始 声带 嗓子眼 一定是要使一下劲的 啊 啊 啊 要不然你这个音 发的是 不够 完美的 好 啊 央低不原唇原音 发音的时候 口大开 舌尖微微离开 下齿背 舌位比较低 舌面的中部 微微隆起 和硬厄 后部相对 唇形不原 这些东西 同学们应该都能够背下来 要不然你在发的时候 容易发错 来 我们来 简单 举三个例子 还是用我们 学生母的时候 然后先轻轻地找那啊的感觉 然后再果断地发发达哪怕刹那 能找到啊的那个感觉吗 发达哪怕刹那 下面来说欧 欧我们叫做后半高圆唇圆音 圆唇你看它那个形状你就知道圆圆的是吧 发音的时候你的舌体整个是向后缩的 舌面的后半部分 舌面的后部 要隆起和你的软饿相对 软饿我已经强调过了 就是小舌头 那个部分软软的和软饿相对 舌位半高 其实你体会不到什么叫高 什么叫半高啊 只要是脑子当中有一个印象就行了啊 然后唇 弄圆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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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三个词 磨 破 磨 磨 破 破 破 我 注意 发磨的时候 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唇要自然的笼圆 这个我们后边还会讲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折中原则 他要求你拢的特别圆的时候 他要求你拢的特别圆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拼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斩一些 但是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要按照他这个规定 笼圆 磨圆 薄魔 婆婆 好 我们接着来说 下面来说这个呃 呃呢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和欧只是唇形一个是圆一个是斩 所以呢 呃我们叫后半高不原唇原音 他在发音的时候我们的口啊不是完全张开的了 口是半臂的啊 呃不要像啊一样是吧 口腔开度明显能感觉出一个大一个小 舌体也是后缩 舌的后面要微微隆起和软饿相对 他的舌位呢 比欧要稍微偏浅一点 但是呢 唇形和欧是截然相反的 啊唇形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 欧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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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能感感受到吧 别的都不动啊 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发一个欧 把嘴唇一展开就是呃了 好我们来看几个练习 客车特色合格 客车特色合格 是吧 这里边 呃给一个提示 呃千万不能发声呃呃呃 这就错了 呃呃呃呃呃呃不能呃呃呃呃哥哥哥哥 一定要这样发啊 不要压舌根压舌根就错了 因为它是比较通透的一种感觉 好我们再来看一 一呢它位于这个四边形的端点上 所以我们叫前高不圆唇圆音 发音的时候嘴基本上就闭上了是吧 一一一微微张开唇形是扁平的 然后呢上下齿相对 所以我们叫做齐齿乎吗 是吧 然后舌尖和下齿接触 一一一对吧 使舌面前部隆起和硬额前部相对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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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己体会 来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发音的时候 一一一一一一 你会感觉它是最尖系的一个音 集体 激力 地理 集体 激力 地理 能体会到吗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嘴唇撇开 啊 展唇 好 我们来看 呜 舌面厚高 圆唇 圆音 呜 发音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两个嘴唇呢 拢圆啊 收成圆形 略向前突出 略向前 注意略 不是使劲往前撅啊 略向前 尽量还是保持一种 唇齿相依的感觉 舌后缩 舌面的后部 啊 隆起和软厄相对 体会一下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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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 图书 服 你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能使劲啊 鼓舞 图书 服务 是吧 下面来看 呜 前高 圆唇 圆音 所以这个 一和呜啊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圆唇 一个是展唇 一呜 一呜 只要汇发 一了 把嘴唇 弄圆 就够了 好 我们来看 例子 圆唇 旅 去 越 局 虚 虚 虚取 虚 圆唇 据 唷 据 虚 虚 虚取 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你的嘴唇向前 也是略向前 不要使劲向前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音 它是舌面音了 舌面音 这个音 我们叫做卷舌 央中 不圆纯圆音 这可以不理解 这可以不用记 你就记住 发音的时候 纯形不是圆的 呃呃呃 展开 然后呢 你的舌 几乎是悬空在 口腔里的 呃呃呃呃呃 嗓子要用劲 呃呃呃 呃呃呃呃呃呃 好了 剩下的那个两个舌尖 有原因 就是带一啊 加前 加后 这个 不学了 没有用 单元音 我们 讲一节理论 然后 第二节课 我们来讲 跟他所匹配的 词 还像生母那样讲 下节课 我们会讲 在实际应用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你把单元音学好了 剩下的 应该说就不难了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看 这个 实位图 找啊 央低 不圆唇 原因 哦 找到了吗 半高 然后 后 然后再找 圆唇还是展唇 扁唇 啊 圆唇还是不圆唇 圆唇 所以叫什么 后 半高 圆唇 圆音 后 半高 圆唇 圆音 记住了吗 啊 哦 然后再找 呃 那哦和呃 他们是邻居 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什么呀 后 半高 不圆唇 圆音 啊 哦 呃 啊 哦 呃 啊 是吧 哦和呃 只是一个圆 一个展 啊 哦 呃 然后 一和员 它是一对 是吧 前 高 不圆唇 是一 圆唇 是员 然后 后 高 圆唇 是呜 啊 哦 呃 一 呜 呜 就这样 结束了 好 同学们 这节课至关重要 反复的听 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